今年的股东会行情 刚好碰巧的是在川普的贸易战 那现在这个战线拉长 一个月之内会不会达成协议 那当老板有时候大家股东会 就听一下老板怎么说 这一次到底会讲真心话 面对大冒险之下投资应该怎么看 我们就先把这个5月份 5月底之前还有很多公司召开股东会 在时程表 我们看一下5月21号是包括在 联雅 丽山跟润泰财的部分 23号呢就有包括泰山 高野 农林 那24号有中石化 华兴 中租KY 深阳半导体包括达兴材料 立基雅电还有在泰永 那5月28号则包括在盐华 华固跟保雅的部分 6月份的股东会 我们也带大家做个追踪 6月份6月5号就有重量级的台积电台化 10号的部分台达电 11号台速 那么12号包括南亚 大力光还有在台湾大的部分 国泰金 富邦金 联发科中信金 则是在14号 6月18号是统一 而6月21号是鸿海 好 其实都是在5 6月份 很重要的股东会时程表 那请教明天大哥 但我们知道现在可能股价不是说看基本面就能够做预测 受到消息面的干扰是非常的大 就您的观察这个贸易战中国怎么打 对于台湾股东会的行情怎么影响 我想其实在每一年的股东会 本来的话你可以把它试成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法说会 对 的一个行情 那因为股东在开完股东会之后的话 差不多如果对于公司的一个展望 因为本来在这一个时间点的话 都会对于第三季 甚至对第四季来做一些看法 然后对市场上来解读 他对下半年的一个看法是乐观还是悲观还是保守 那通常假如说看法不错的话 就会开始在股东会之后就在做布局 甚至有的可能还等到股东会 股价就已经开始在做上涨 那比如说我们拿每一年在除息的第一个重量级人物 当然就是台积电 那每一年大概在六月底之前 然后除息 那当然在六月初的时候开股东会 那其实在过去比较 行情比较热络的时候 事实上它的行情会从五月份就开始上涨 而且是涨到六月份 那当然在今年本来 这一个股东会的话 其实我想已经有很多大老板 对于下半年的一个看法 事实上是应该是会朝向比较乐观的看法 所以讲说下半年 也许这个第三季成长是多少 QOQ YY 或者说这个下半年 他们的公司一个展望 事实上都会有一定的付出成长力道 但是在遇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逆风 这一个川普所引蓝的这个贸易战的话 其实就会变成说 这一次股东会 各个公司就会 必须要对外界来做一些解释的 然后而且呢 你要看一下公司对于这个贸易战有没有准备 有没有应对措施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在最近的一个新闻媒体上 大概已经对于就是说各大的一个科技厂商 尤其是电子五哥就会问说 广达你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设厂 不能说没有 一定要说有 对 那他们的话 当然会有一些应对上的一个策略 那其实对于这些科技厂商的话 当然他们的一个生产基地的话 其实都分散在这一个区域形 在亚洲的一个区域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就对于贸易战来说的话 会有一点这个风险分散的一些效果 那当然就是说 短期上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贸易的金额 我们对中国贸易战 其实上还是蛮大的 那其实就这一个台经院 在近期这个地方的一个数据 这个地方提到就是说 中国对美国的一个出口的一个贸易 大概是800亿美金一年 那么台湾出口到大陆的一个金额的话 大概差不多1000亿美金 这1000亿美金的话 大概占台湾一整年出口金额 3000多亿的话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所以当这一个贸易战一开始打的时候的话 其实台湾这个地方 也会间接受到影响 那间接受到影响的话 其实就对于这个下半年 我们讲说进到这个第三季 传统上的话 其实是一个电子的旺季 这个地方就会稍微受到 逆风的一个吹息 不过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贸易战的话 其实在这一个 我觉得在这个政治上的一个 一个拖延之后的话 其实也让很多企业 也开始做一些准备 那当然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本来就是说川普 可能就会把这个贸易战就拉长延长 其实我觉得就是用这个时间上 拖延战术 对 来换取一些空间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 我将来要打贸易战 而且很高几率 会很高的几率 他还要选举 对 但是川普在说 中国压他 就是说可能明天不会当选 这样的一个算盘 其实算错了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川普他 基本上是一个不按牌里出牌的 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不按牌里出牌的 而是他真正按牌里出牌的部分 其实是在台面下 在台面下的话 当然我们其实是看不太到 他也不会晓得说 他跟中国会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协定 但是在台面上的话 事实上他是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措施 来去换他的这一个 明年的一个选票 也有可能 但是我们再拉回来 就是说 回来就是说台股这个地方的操作 以前的一个股动会的话 当然就是说其实在5月份 我们刚刚所提到 5月的一个前后 大致上就可以慢慢的 也可以做一些布局 但现在的话 其实有这样变数之后的话 我认为在操作上 可能要稍微比较小心一点 可能要稍微就是说 让时间上去 让这一个贸易战的一个变数 然后更加的明显 更加的突出出来 而且在高档之后股价 我们讲说 其实股价来到 这个台湾加权指数的话 其实来到4月份的一个 相对高点之后的话 你让5月份 让它做一个比较慢慢的沉淀之后的话 然后等到这个6月份股东会 6月份的股东会的话 刚刚孟平有提到 6月份由这个台湾化来打 打响这个第一炮 重量级的一个股东会 那么接下来台积电6月5号 那台湾四保 其实陆陆续在 6月份的中旬之后 这个地方完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 就是换金融股的股东会 其实当这些股东会开完之后的话 我觉得大致上 整个盘面上也会对于 就是说整个在除旋期场景 会有比较一个明确的 一个态势 就是说今年的除旋期场景 到底好还是不好 然后可不可以布局 我觉得这个布局的一个时间点的话 过去我们是在股东会 比较乐观的时候 是在股东会之前布局 因为期待它会有好消息 但这次的话 其实是在股东会之后的话 再做个布局 这样的话的一个策略上 是比较稳妥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对于不确定阴性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比较好的 那当然在这一个股东会完了之后 那当然我们说台积电的话 过去通常是点燃这个七八月除旋期的一个行情 的第一枪 那通常在台积电完之后的话 其实接着就是会是国泰金跟富邦金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会是台所释保 如果我们要判断今年的一个除旋期行情 行情够不够热的话 其实就看台积电 看台积电 对 台积电在除旋期 就是说股东会到除旋期之前 然后在股东会 然后除旋期之后它的表现 如果它的表现的话 事实上是好的 那代表其实除完全息之后的资金 大部分都愿意回到台北 所以投资人也边看边做 那要看的就是台积电 对 因为台积电的话 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因为光台积电 它的一个除息上的影响 然后还有它配回去给这个外资的 其实外资的大部分 现在拿到这个台积电的资金之后的话 它其实都会再把它滚回去 它滚回去的意思就是说 我再回来买台积电的股票 甚至有些外资的话 它其实预期 我今年会拿到1亿元台积电的现金股利 我甚至在它还没出旋期之前 我就先买1亿了 旋期先买1亿 然后除完旋期之后 那我的部位可能还是10亿 可能还是10亿 那所以就维持原来的部位 因为外资其实爱台积电 其实是整个说 整个说是爱得要死 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个股民 或者是法人来讲 它可能会稍微比较冷感 因为台积电带给他们的投资报酬率 过去10年来实在是太多了 大致上 这样我这样出估算一算 可能大概每一年 大概都有15到20%的投资报酬 大家觉得它股本太大涨不动 可是它就是涨给你看 没有错 你其实仔细去看 你每年用这一个股息股利 你领到之后的话 再把它滚回去 事实上它创造出来的报酬率 其实蛮惊人的 也差不多就是一个操盘的 一年想要达到的绩效 但是我们在先前在节目上 所说过的就是说 老板不会允许你去买台积电 对 因为老板哪会希望你能冲照 闪户头这边我听台积电也转台了 对没有错 但是我就说 其实你有一部分的资金的话 当然可以做一些比较中小型的 你可以找一些5倍数 或10倍数的一些小标股 不过这个东西也必须要等到 这个多头的趋势成型 如果你有一些比较保守型的资金的话 先去切个一下 做一些这样的投资也不错 那不过当然就是说再拉回来 拉回来到这个贸易战的当中 其实贸易战的话 其实在先前很多这个企业的大佬 大概已经也有隐约有感觉 这个贸易战其实 其实并不是只有一两年的事情 它未来很有可能就是一个5年 5年的一个甚至更长的一个事情 因为过去在这个全球化 自由化的一个时代 大概过了好几十年 那现在的话 我有点要开始 逐起这一个贸易壁垒 自我把握的民族主义 这个地方有些神奇 所以这个反而是在企业 在未来在做全球的布局当中的话 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考验 那当然短期上来说的话 其实对于台股来讲 会比较明显的影响 就是在于这个电子业和科技业 那连苹果的话 其实它本身也会受到一些 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在今年到明年的话 其实科技业又开始在做一个 重新洗牌的部分 不过重新洗牌的部分 也不用去担心 虽然说这个苹果或者是iPhone 稍微成长动力比较 没有像以前那么强劲 但是我觉得在未来 刚刚这个来宾有特别提到的 这个5G也好 AI也好 这个所需要的资料中心 伺服器 交换器 这一部分的话 可能会成为下一个 科技业当中的一个成长的动力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也是直接跟这个电子五哥 大家不会觉得说 电子五哥在过去的五年 已经沉寂很久了 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成型的话 其实电子五哥其实会 有机会再重回法人 就是说他们喜爱的名单的怀抱里边 当然我们现阶段的话 就先在等到这一个 五六月之后的一个部分 然后初选去做后 然后也许看看第三季 如果行情 如果整个公司基本面 营收得不错的话 其实慢慢来做一些布局 那我觉得真正的一个时间点的话 事实上在第三季末到第四季的话 我觉得瞄准明年的一个 总统大选 以及整个多头的行情 事实上是可以期待的 好 所以看来这个操作台股 确实要保持一些耐心了 面对这个贸易战的大冒险 如何化险为一 其实也考验着大老板的智慧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带您继续追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